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最近看了几篇粉色文学 多半都是用比较了不起的智慧 来铺成他的故事 那甚至也没有什么故事 就是用一些字去描述一些男女间的东西 也蛮棒的 我们学很多有趣的一些深冷一点的字 今天这一篇也不例外 他的标题叫做 Enthrold 这个字本身就蛮少见的 必须真的说蛮少见的 Enthrold 还看到比较多 说真的throld这个字就是有 我刚刚特别找了一下下 有种奴隶般支配别人之类的 我沉溺于什么事无法自拔 这个就叫做throld 这字还不太好念了 thrall 你就先想后面的all就全部嘛 all 那前面加一个throld 开头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了throld 很有趣的一个字 所以enthrall是什么 刚刚讲这边throld这个字就是有奴隶般支配的人 那沉溺于什么事无法自拔的人 所以如果说你状态是enthrall的话 就是你沉溺于什么事情 简单的说 没有OK 好 我们就很快先把这个就看一段好了 或者先把它读一次 因为不是很长 pushing me to the edge of euphoria with you as the soul anchor grounding me as you effortlessly draw one orgasm after another from my body I scream with ecstasy sinking deeper into your ocean of desire everything except us disappears and I am finally free 结束 你看好 again 有很多有趣的字 开头 with one sinful glance I completely surrender to your carnal hunger 所以他用一个with当开头 接系词开头 所以用着什么什么 用着一个 sinful就是充满罪恶的 这个字大概还OK 那glance呢 我们常看到就是 看一眼 OK 我们说有glimpse啦 glance啦 gander啊 这几个字都有看一下之类的意思 OK 甚至还有像stair啦 或者是 其实还有几个啦 现在off the top of my head 就想起这几个 所以他就 啊 用一个很罪恶的一个 眼神看了他一下 那这个人呢 就完全 这个降服语啊 surrender这个字 一般翻译成投降之类的 可是也不见得真的投降 如果今天 我要你把作业让给饶弱妇虎之类的 你刚刚可以用yield这个字 可是你用surrender这个字没问题的 OK 所以把什么东西交给人家 I surrender my weapon to the authority 是OK的 所以他完全的surrender to the carnal hunger carnal这个字也是不少 不常见 那来看一下carnal 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今天这个字 你真的有点想记起来的话 用后面这个字来记 后面这个字大家可能比较熟一点点 carnivore 你可能会说 这字还比较长 看起来拼音比较复杂 怎么会比较熟呢 可是相信我 托弗亚瑟的同学 可能对carnivore这个字 就完全不陌生 因为他们都是一起记 carnivore herbivore 或者念作herbivore h要不要发音随便 还有一个叫做omivore 这三个就分别是肉食动物 carnivore 草食性动物 herbivore herbivore 以及杂食性动物 像人类这样子 叫做omivore omivore就是全部所有的这样子 全部都吃嘛 杂食性 然后他们的形容词也 这个发音上你也稍微熟悉一下 所以carnivore会变成carnivorous herbivore就变成了 herbivorous herbivorous OK omnivorous 就变成一个 重音不太一样的一个 三个不同的形容词的变化 所以carnivore再回到刚刚 第一个字 肉食性动物 carnivore carnivore carn这个字的开头 那这个字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carnel 是不是长得有点像 所以carnivore是肉食性动物 carnel就是肉体方面的 OK 肉体方面 甚至还有一个字叫carnage 跟这个肉有点关系对不对 没有错 carnage翻成大屠杀 这个字看起来不像屠杀 carnage看起来是 不知道就有的字会给你一种蛮和平的感觉 可是no carnage就是 就是屠宰屠杀之类的这样子 好 anyway 回来这边 所以他就完全surrender to他的carnel hunger 肉体方面的饥饿 斗点后分尸勾军 craving the flames of unbridled passion that ignite between us 所以crave这个字就是渴求渴望者 渴望者什么什么的火焰 什么的火焰呢 什么的flames呢 unbridled passion 又是一个没有很常见到的字 不过我会说这个字会见到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点 这个欧巴马在这个胜选的那个演讲中也用过这个字 我就是很记得就是了 所以bridled这个字先看一下 我们就先不看unbridled OK unbridled被动的 我们先看中间的这个bridled bridled呢 跟rain这个字有点像 翻译起来就是江神的那个江 OK 江神 所以要是你没有被bridled OK bridled的反义unbridled 就是像脱江野马般 所以自意妄为的或之类的 unbridled passion 所以你的什么火焰 craving the flames of什么的火焰呢 unbridled passion 没有被给束缚住的热情的火焰 大家看懂 OK the ignite between us 在我们之间燃烧起来 燃ignite就点火之类的 随着它as you as就翻译成随着之类的 或者翻译成当 当时当你怎么样之类的 这样当 所以当你把 好 所以随着你把 随着你这个skillfully很有技术的 guide me through this intoxicating journey 随着你带着我走过这一个旅程 所以guide就是引导我 走过这什么东西呢 intoxicating 我们好像前几个礼拜讲过这个字 一般来说intoxicated 虽然说它中间躲的toxic 这个字好像是毒之类的 可是我们一般讲intoxicated 就是讲说醉了 沉醉于什么东西之类的 酒醉了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沉醉的旅程 所以它用的是主动的 ing的 so as you skillfully guide me through this intoxicating journey 随着你带着我走过这一个令人沉醉的旅程 斗点后接另外半句 我的担忧呢就慢慢的消散掉了 my worries fade away 斗点后又用分次构矩 所以就是创就反而就是 他的担忧走掉了 那取代之的是 取代这个空间的就是什么东西呢 so making room 创造出一些空间来 for what for pure liberating submission 所以很纯的 很令人解放般的liberating的一个什么 用submission投降 OK 所以我降服于你 so making room for pure liberating submission submission to what 降服于什么东西呢 to your every touch and command 所以降服你的每一个触摸跟你的命令 两个人之间可能就比较S跟M之类的关系 他有他的命令这样子 你给我干嘛 你给我干嘛 那每一个感受 each sensation becomes a choreographed dance of pleasure 所以每一个感受 每一个sensation都变成了 这个choreograph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就是 编排好舞蹈的 编排好动作的 像我们有时候跳一些大会操啊或之类的 那那个我就完全没有 那种我们说叫做 就是自行的那个improvise的部分 就你没有自由发挥的 没有自由创作的 没有随性表演的 所以一切都是套好招的 所以这就是choreograph这个字 所以有一个人就可以叫choreographer 注意应该中音又不一样 像照片照相数摄影叫做photography 然后拍照的人叫photographer 这好像中音一样 可是photograph中音又不一样 photograph photography photographer photographic memory 中音又不一样 所以这几个字 所以choreograph跟choreographer 中音就不同 所以choreographer就大家可以翻译成是 排舞的人 编舞的人 编舞蹈的 因为他编出来让大家学着跳 一丝一毫都不能错 choreographed OK 所以回来这里 所以每一个sensation都变成了一个choreographed dance of pleasure 变成像我们就是这样 反正你停我一下我就阿叫一声 排好的这样子 好像是排练过的一样这样子 的一个愉快的字 choreographed dance of pleasure pushing me to the edge of euphoria 把我推到了什么的边缘 极乐世界的边缘 所以euphoria这个字 就是翻译成是非常大的快乐 那其实EU开头的字就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OK EU开头的字就是快乐 像例如说euthanasia就翻译成安乐死 你看有乐在里面对不对 所以EU开头的字 还有euphemism这个字 我们很久以前也介绍过 它叫做委婉的说法 例如说我们现在不会叫精神有障碍的人 我们叫他精障 精神有障碍 视障 对不对 听障 但是以前就叫做哑巴笼子 瞎子 那这样就是比较不好的 太直接一点了 我们换的比较委婉一点的词 所以视障 精障 听障 所以英文也是一样 你就不会叫人家deaf people hearing impaired OK visually impaired 视觉障碍这样子 mentally challenged 这些我们都提过了 好随便提一下 所以总之 这也是变得比较好一点的说法 所以EU开头 又是一样 所以euphoria 极乐世界般的 Euthanasia 安乐死 Euphemism 委婉说法 其实都有同样的概念 OK 好所以把我推到了 这个Euphoria的边缘 Push me to the edge of Euphoria With you as the soul anchor grounding me 所以把我推到于这个 极乐的边缘 但是唯一能拉 就用一条线包给拉住的 就只有你而已了 所以你就是我跟这个 还有李 就是我跟李之间 唯一联系住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这样子 所以他用了anchor这个字 anchor一般翻译成 就是我们船不是有那个毛 有没有 他把毛放下去 那个船就不会 就会定住了 对不对 定毛在那个地方 所以anchor这个就是这样 那当然在新闻里面 anchor还有主播的意思 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 因为有主播来去主控这场秀 对不对 这半个小时 又是谁谁谁当主播 那大家就是被他给anchor住 整个秀被他anchor住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 So with you as the soul anchor grounding me 你就把我给定在这里了 这样子 As you effortlessly draw one orgasm after another from my body 所以这里有一个片名 叫做one after another 就是一个接着一个 所以随着你呢 就这个很 奇妙淡写的 effortlessly 很没有 多需要多努力 所以你很轻易的就 在我的身上 引出一次一次的 这个所谓的新高潮 所以这个字叫做 orgasm orgasm so as you effortlessly draw one orgasm after another from my body 从我的身上 不断的引出这个orgasm I scream with ecstasy 所以我呢 就大叫着 用什么大叫着呢 ecstasy ecstasy就跟刚刚的 Euphoria 有那么一点类似 ecstasy也是极快乐 那在一些不同的领域里面 ecstasy还有就是被称之为摇头丸 好 很久以前我们就叫做吃那个E ABCD的E 英文字母E 那这是很旧很老派的说法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 我们叫它吃E这样子 其实也就是刻这个ecstasy 就是摇头丸 现在已经不叫ecstasy了 现在据我了解 他们在街上的称呼叫做Molly M-O-L-L-Y Molly OK 一个女生的名字 Molly 那也一样就是摇头丸 OK 好 所以 I scream with ecstasy sinking deeper into your ocean of desire 所以 陷得越来越深 陷入你的这个 海洋般的欲望 欲望之海 sinking deeper into your ocean 进入你的海 什么的海 你的欲望的海 Your ocean of desire everything except us disappears 所以什么都消失不见的 除了我们之外 只有我们还在 而我终于就自由了 OK 好 我们再把它读一次好了 一整个完整 with one sinful glance 我也欢迎你跟我一起读 by the way I completely surrender to your carnal hunger craving the flames of unbridled passion that ignite between us as you skillfully guide me through this intoxicating journey my worries fade away making room for pure liberating submission to your every touch and command each sensation becomes a choreographed dance of pleasure pushing me to the edge of euphoria with you as the sole anchor grounding me as you effortlessly draw one orgasm after another from my body I scream with ecstasy sinking deeper into your ocean of desire everything except us disappears and I am finally free Gauding alright I hope you like the story and have a nice weekend and have a nice end of this !! p